嗨 大家好 我是陈陈 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呢 结婚一定要讲这个门刀户对 但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农村 到底这个门刀户对还重要吗 今天啊 跟着陈陈一起来问问 村子的老人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大爷几年是多大孙孙了 76 76了 平常就在柳柳外玩哈 柳柳外 那个 你看在一千结婚了哈 咱就在葛大先来结婚 那你现在就往前古代这件事 那么 两个人结婚一定要闷囊户对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 两个人结婚还需要闷囊户对吗 也有讲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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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解释 比如说 大部分给你都是自由了 大部分 所以 平均是40% 你讲解那种少了钱 那你觉得 闷囊户对是 是什么是闷囊户对 就是家里 家里 他就挑战给他挑战下 那你说他有的时候就很有钱了 找到那个很凶的呢 也有 好与世有 现在也有 你现在发现什么了 两个人只要喝上来 只要能喝上来 他就能成功 他不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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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成功 不成功 但是吧 大家有的人说 这个闻到虎嘴 其实还是很重要 你说他抽销 你怎么经历过的东西都没见过 你怎么在一块 过不畅的 对 现在这个闻当虎嘴也不是很 也不小就不是那么很大了 一般是假的小孩 一探了 只要探了 只要是想好了 喝好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这一无所谓了 听了这个大爷刚刚这么说 现在在闻当虎嘴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大家的财力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农村这个皮肤差距是很小的 可能你有钱呢 只是比我微微有钱那么一点而已 并且呢 只要两个人的关系好 感情好 其实闻当虎嘴也是不重要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 好 好